嗨,关心中国民主的朋友,大家都应该关心台湾政治 中共在台湾经营多年,培植各种政治势力,明的暗的各种颜色 都是为了最终在政治上吞并台湾,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中共拿下台湾,实现所谓的统一 对内,它就更具有执政合法性 对外,它控制台湾海峡,把美国驱逐远东第一岛礁战线 对日本、韩国和东南亚都形成威胁 台湾首富郭台铭在国民党初选失败之后退党,非常有可能出来选总统 郭在大陆的投资占80%,而他的产品和客户又主要都是在美国 他可以说是吃中美贸易饭发家的 他在中国、美国高层都说得上话,这是他选战的卖点之一 但是现在世界形势完全不同,中美已经对立,冷战已经开始 郭现在要的就是两头保,尤其是在中共那边要保住他的投资 郭对他在大陆投资的质问是这样回答的 中共还害怕他撤资呢?请台湾朋友千万不要相信 中共不怕饿死,千万老百姓又怎么会害怕一个郭台铭撤资呢? 所以只有郭台铭听中共的话,没有中共害怕郭台铭的道理 郭台铭做了台湾总统,他只能做中共在台湾的傀儡 第二,郭台铭是不是台湾的川普 川普作为一个房地产商,他一生的利益是和美国本土利益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 而郭台铭的资产大部分都是在台湾的敌人的手里 所以郭和川普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现在韩国瑜已经绑架了国民党,把红化国民党发展到极致 而红色力量也依靠国民党的组织借壳上市,在台湾肆意扩张 而郭台铭的角色就是扮演一个正统兰 虽然他脱党了,但其实我看来就是苦肉计 他要吸收讨厌韩国瑜的选民 柯文哲最近也爆出了,他曾经的金主也是红的发紫的蔡旺旺 蔡旺旺在找到韩国瑜之前给柯文哲一个白色的政治纲领 那其实就是一个红色政治纲领 所以无论是蓝还是白,其实都是红 都是中共在背后操盘,就是要压缩反共的空间 请台湾朋友看清楚,在台湾政治最大的议题就是主权问题 而台湾的主权问题就是亲中还是亲美,没有第三个选项 亲美就是民主自由,亲公就是引狼入市 谢谢